这个反手往前被动勾对脚 首先伸出去先 你们的拇指握拍的时候是握在斜了 这个时候你要勾的时候 你的肘会往里进 当你一往里进的时候 你才有一个角度往着对脚去勾 所以它的感觉就是伸 然后走往里你的排面 它可以更好的直接往对脚去勾 手腕和手指做一个勾的动作就行了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 很多球每次去反手的时候 都忽略架拍的重要性了 球拍在底下 然后直接一拖高就这样轮了 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打好这个反手 所以你们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架拍的动作 这个架拍就是一个V字形的架拍 也就是我的大B和我的小B 会形成一个V字形的架拍 让你可以更好的去找球的同时 让你可以更好的蓄力 也就是你准备的时候 你直接发力就击打 所以它的感觉是这样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你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